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经电影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和大家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 就是中国政府宣布对两种金属出口实行了限制 那么这两种金属是芯片电信和电动汽车等行业所需要的原材料 就是褶和钾这两种金属 此举就导致了中共和欧美针锋相对的科技战升级了 现在海内外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 欧美以及日本韩国都在联合限制对中国的高端芯片的出口 还有对中国光刻机的出口也在进行限制 而且来对中国生产半导体的一些材料都在限制 所以现在的中国开始采取报复性的措施 就是限制这两种金属的出口 而这两种金属又恰好就是生产这种芯片电信 以及电动汽车等等所需要的原材料 所以这个行为被看作是中共对美国对中国封锁的一种反击 这个事情现在在全球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我看很多国际的大媒体刚刚都已经进行了报道了 中共的商务部周一也就是7月3日 他在一份声明中就表示 说从8月1日起将对甲和褶及其化合物受到出口管制 那么这两种金属的出口将需要向中国的商务部申请许可证 并且需要报告海外的买家及其申请的详细的信息 可以说这个消息一出来就被认为是中美的科技战升级的一个体现 认为这恰恰是中国可能会搬起石头 真的是砸了自己的脚 他以前一直说别的国家搬石头砸自己脚 这一次他限制可能真的是砸他自己的脚 根据美国地质照 那么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一个数据 中国他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甲和褶的生产国 甲呢 他是用于化合物的半导体 可以提供更快的运行速度 更低的功耗以及更高的耐热性 而氮化甲已经广泛用于5G网络的基站供电的芯片中 也被军方呢 应用于雷达系统 并且越来越多的应用于电动汽车的充电器中 生化甲是用于无线通信和激光器的一些组件 这呢 在20世纪中叶啊 被用来制造第一批晶体管 有时呢 会少量添加到硅中 也促进更先进的芯片结构 他广泛应用于光纤 电缆 太阳能电池板和LED 以及军方的热成像摄像器中 所以确实啊 这两种稀有的金属啊 在全球关键的一些领域啊 用途非常广泛 特别是科技 军事等等方面啊 用途非常广泛 对中国的也是高度的依赖 因为中国这两个金属的出口啊 占了全球7%80%的份额 所以他一旦限制这种出口的话 那么对欧美日啊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 那么中国这种限制性的措施 是不是突然心血来潮 无法可疑了 按照中共的说法 其实是有法可疑的 确实他在2020年12月份 他就实施了加强战略物资 等等出口管制的一个出口管制法啊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针对欧美啊 在做一个提前的埋伏 他能够以安全保障为由啊 禁止向特定的外国企业出口 那么假的出口管制呢 是基于这项法律 过去了用于电力和金融加密技术 和防止数据泄漏的半导体呢 在出口的时候啊 也是采取了这种出口管制啊 所以啊 看起来他出台这种限制性措施啊 是符合中国法律的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法律啊 很多时候他都是为他的政权服务的 都是为了他的行政 为了中共在服务 对不对 中国他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所以他出台这样一个出口管制法呀 其实就是为了现在和欧美对抗 来限制中国的一些原材料的出口 以为这样可以打击欧美 当然了 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 主要是因为 主要是因为这些年啊 中美在量子计算机 人工智能和芯片等等各个领域啊 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那么这个竞争的背后啊 可以说就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 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中共在挑战美国统治的秩序 所以美国当然了 就会从科技以及经济贸易各方面 对中国进行制裁 来防止欧美的技术 被中国所用 用来发展他的军事 最后用来对付欧美 对不对 美国这样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中国了明显就是理亏 那么美国了这两年已经采取了多种出口管制措施 阻止中共获得高端的芯片技术和设备 旨在阻止中共的发展军事和他的监控技术 以免威胁到印太地区的安全 美国同时了呼吁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啊 加入行列 目前的河南和日本已经宣布实施类似的出口管制措施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 日本呢就23种出口半导体的原料啊 进行了一个管制 就是防止这些原料进入了中国 被中国用来生产半导体 主要就是为了限制中国的芯片发展 还有河南他们生产的光刻机是全球number one 可以说是无可替代 而中国呢是非常想得到他们的光刻机 但是美国呀 现在就让他们不要卖 所以基本上是联合起来 在封杀中国的高端芯片行业 那么中国现在采取的这种反制措施啊 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出来的 当然呢欧美啊 对中国的打烟还不止于此 那么前几天呢 华尔街日报还在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讨论 扩大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的范围 将针对尖端人工智能所需的半导体扩大对象 所以欧美日啊 联合起来对中国的封杀是比较厉害的 那么中国现在呢 采取这样的反制啊 确实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这样的反制是不是证明欧美就怕了呢 其实也不然啊 尽管呢 中国这两种稀有金属的出口啊 占了全球的百分之七八十 但是并不意味着全球其他的国家就没有这两种稀有金属 大家要明白这样一个概念 这什么意思呢 只是说中国呀 他是没有考虑到环境的成本 开采的成本 所以他的价格在国际上比较低 那么比较低的话 其他的很多国家就没有企业 没有资金愿意去投资来开采这两样东西 但现在如果中国管制导致这个东西的价格上升的话 那么欧美其他的国家肯定有资金去投入他 然后对他进行开发来替代中国的出口 那么这是可行的 这是第一方面 中国的出口很可能将被替代 那么最终的中国在这方面创造外汇的能力可能就会下降 大家想想这算不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 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呢 欧美啊 其实对中国的这些出口份额比较大的原材料啊 都是有摸底的 也是有准备的 知道中国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招数 所以他们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储备 完全没有备用的 当然是有 大家典型的就是稀土啊 大家不要觉得全球依赖中国的稀土 但是中国在对稀土啊 进行出口管制之后啊 前几年进行了管制 大家看一下其他的国家的稀土就稀缺了吗 就没有用的吗 当然不是 很多国家其实是储备了不少 像日本了 之前就买了很多中国的稀土 而且从世界各国也是进口了不少 所以他自己是储存起来 关键的时候 他当然能派上用场的 所以并不是说少了你中国 世界就不能运转 这些金属的价格上升 那么全球开采的热潮 可能才刚刚开始 最终呢 中国的出口会不断的萎缩 搬起石头啊 砸自己的脚 应该就描述这样的长径啊 所以大家看看这一个回合 欧美对中国的高端芯片等等 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措施 中国是没有任何办法 对不对 但是你中国采取这种限制原材料出口的办法 全球还是有替代 有备份的 并不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中美在这次对抗中 在这次对抗中啊 高下基本上已经是渐分小了 那么随着中美对抗的升级啊 中国的闭关锁国 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 而在墙内呢 这种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情绪啊 不断的高涨 就是反美 反欧 反日 基本上这样的情绪啊 现在是高涨的非常厉害 那么最近呢 发生了两件非常反制的事情啊 在这里和大家来说一下 第一件就是清华大学啊 这个名字现在在墙内受到小粉红的攻击 但想想清华大学叫了上百年 它有什么问题吗 非常好听的名字 而且也有中国的文化的内涵 它是出自于魏晋诗人谢坤的一首游西池 中间有一句就是水木占清华 对不对 多美啊 多高涨啊 但是啊 现在小粉红就攻击 说清华大学这个名字用心不良 不良在哪里 他说清华就是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 美国非常非常之坏 这是小粉红的解释啊 大家可能不信啊 墙内怎么会出现这种反制的东西呢 但是这里有好几个帖子都是这个意思 我来给大家念两个帖子 他说清华北大就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清华顾民思义 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发这个帖子的是一个网友叫可惜不是李一号 这是他发的 当然发这样的帖子还不止他一个 还有一个说清华清华清除中华 清华精英只为美国 明明是美国用根子赔款返还给中国捐赠的清华大学 现在反而被这些小粉红战狼利用 说这是美国取名字啊 想清除中华的意思 大家想想 这要说多反制 才有这样的观点呢 当然还有一个网友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要把清放在华之前呢 是清代的中华 还是清除中华 其用意明显 清和华合在一起 叫了百年叫顺口 其实一点用意都没有 反而是犹如中华的嫌疑 中华代表的是全民族 少数民族加上汉族 而清只代表一个时代 不能放在华情面 所以要清华改名 网上这样的帖子 可以说现在是非常之多 我就不一一列去了 对清华提出意义 我们知道前两年呢 好像有网上讨论过一个话题 就是清华大学应该改名 那么有一些网友就说 应该是改名叫习近平大学 因为习近平是清华毕业 尽管大家都知道 他只是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小学生 但是后来他当了工农兵大学生 上的是清华 据说他入学考试的时候 一个分数 两个分数相加都算不着 可以说这也成为网上的一个笑话 当然是不能迷言的 所以因为习近平是所谓的清华毕业 那么有人要把清华改成习近平大学 现在又掀起这股清华的歪风 否定清华的名字 说背后是要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家想想 这一波风潮到底是网友自发开始讨论的 还是说有中共的高层 想拍习近平的马屁 故意引导大家往这个方向上去转 最终清华是否会更名为习近平大学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真的是有的 大家不要低估了闭关锁国状态之下 墙内的反制的程度 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那么除了这个反制的事情 这两天国内还有一个非常反制的事情 也是在网上刷屏 网上可以说吵翻了天 而且崔永元也非常罕尽的生气了 痛骂了一顿 那么这个反制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中共的官媒和民进的一些自媒体 唱这种二人传 来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等 这些全球最富裕的国家 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些国家 他们国内经济现在非常不好 说他们通货膨胀很厉害 国民很多吃不饱 居然有几分之几吃不饱 居然有这样的一些帖子 在网上大行其道 大家觉得反不反制 确实非常梦幻 而且还有新华社 央光网等等都参与进来 都发这样的文章 所以大家想想崔永远为什么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有像新华社 央光网 这样的中共的媒体 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媒体 都这样不顾事实 公然的造谣 确实让人非常的生气 至于有多少人相信 他们不管 但是他们谣是尽管造的 也许造久了 很多人就相信了 我们看看央光网有一个标题说 高通胀持续冲击 25%的美国成年人吃不饱 那么下面的内容 我就不说了 这是央光网的 还有呢 大家看一看 杭州网的 他说日媒通胀飙升 日本脑人吃不起鱼 这是说的日本 还有央视新闻的客户丹娜 在6月29号说 英国慈善机构报告称 去年大约七分之一的英国人 面临着饥饿的困扰 这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谈了 英国全球数一数二富裕的国家 居然有七分之一的人吃不饱 那你朝鲜人是不是全部饿死了 中国人饿死一半呢 基本上就应该是这样吧 然后他还报道了 这是动态地球全 这是民间的一个半官方的自媒体 说马克龙的最新挑战 数据显示 16%的法国人因高价食物吃不饱 还有一个媒体报道 17%的德国人吃不饱饭 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无能 原屋让德国走向破产 还有报道 近四成的韩国年轻人 曾经因为生活费不够而挨饿 基本上像这样的就非常之多 把这些中国的所谓的敌对国家 不友好的国家 只要是和他不好 那么中共的这些官媒和半官方的媒体 就造谣说他们这些国家挨饿的人 非常之多 有七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非常夸张 都是这样的数据 大家想想国内居然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那么我太太了 昨天在看国内的新闻的时候 也是说 他说国内怎么到了这种反制的地步 我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新闻 他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关心这些时事的 那么连他都看得出来这么反制 那么一般的人是不是都看得出来了 所以国内的网民 最近对这些中共的媒体 中共的官媒造谣 说这些最富裕的国家 有多少人吃不饱饭 非常愤怒啊 往上来嘲讽攻击他们的评论和铁赛也是非常之多啊 但是中共的官媒还是不然所动 仍然在这样继续这样造谣 也许造着造着 在闭关锁国关几年 是不是大家都相信了呢 相信欧美都是水深火热 只有中国才是人间天堂 朝鲜才是人间天堂 当然他们对朝鲜也是在造谣的 朝鲜饿死那么多人很多人没饭吃 那么最近的中共的官媒也说 朝鲜人的生活还比较好 很多人都有饭吃吃得很好 所以把欧美说的吃不饱饭 把朝鲜说的吃得非常好 是不是指鹿为马呀 直属为鸭呀 基本上就是习近平统治一下 中国国内的一种非常愚昧 非常让人恶心的一种状态啊 确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所以大家在墙内啊 不要被这种谣言给洗脑了 一定要保持你的清醒啊 就算是国内再黑暗 你要睁开眼睛 不要装睡 你睡去啊 可能你就被宰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的中国国内的形势啊 可以说是越来越严峻啊 不管是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各方面都在全面的倒退 中国的闭关锁国的步伐和全球脱钩的步伐 可以说基本上是停不下来了 现在可以说是你肉身和财富安全的一个最后的窗口期啊 三年前我建议大家是卖房移民 那么很多现在移出来的人呢 都在我的留言区里面感谢我 但是三年之后 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出来卖房移民 在海外之夜 所以今天呢 在这里给大家打一个广告 当然这个广告是对大家非常有好处的一个广告 今天这个广告呢 主要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南加州啊 有我一个朋友 他是做地产经济的 做了十多年 可以说可以为大家提供这种加州置业的一种需求啊 大家如果想在加州买房 可以咨询他 那么可以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是做保险经济的 他可以说也是做了十多年 非常之丰富 而且美国的保险呢 比香港的性价比可以说高三倍 同样的保额 那么香港的保费是美国的三倍 所以美国的保险呢 是非常便宜的 性价比很高 因为美国金融产品呢 具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加州配置保险的话 可以在这里咨询 自己也是啊 这两年把香港的所有保险 基本上全部都退了 有七八份保险 那么全部换成了美国的保险 全家每个人呢 平均是两份保险 加起来有十份左右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保险 确实是非常值得拥有的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南加州有一个 做律师事务所的朋友啊 他在美国的移民方面 可以说也是非常有经验 那么现在呢 移民美国的人很多 当然很多是走线过来啊 所以他这个事务所 可以办很多美国的各种移民的通道啊 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咨询 有些被积压的案子啊 他还可以通过一些方法 还可以加快进度 兴趣的也可以咨询一下 那么如果要咨询加拿大 或者是欧洲的移民呢 我有另外的律师事务所的朋友啊 在做相关的业务 包括香港的啊 大家都可以来咨询 当然在所有发达国家的移民中啊 加拿大目前是性价比最高 而且移民速度是最快的 那么基本上一到两年左右就可以登陆加拿大 或者是拿到绿卡 那么其他的发达国家呀是慢很多 可以说现在呢 国内的形势是每况愈下啊 习近平对外是闭关锁国 对内是加强对老百姓的人生和自由的控制 加强对言论的打压 可以说就是一个1984的社会啊 所以在这种中国与全球在加速脱钩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那么未来了可以说留给大家移民转移财富的时机啊 和窗口是越来越小了 希望大家抓住这样的机会实现肉身和财产的自由 那么以上啊 不管是我介绍的律师事务所还是经纪人 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靠谱的 都是我知根知底的 有的是合作了好几年 有的是非常熟的人啊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被骗 大家放心大胆的去咨询 我绝对是对大家负责任的 绝对不会害大家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